你知道盗墓笔记中最凶险的一座古墓是哪一个吗 以为是有眼识别王横行的云顶天空 还是那个差点让神一样存在的张启玲丧命的四公尿山 其实这些都不是 最凶险的那座古墓几乎可以毁灭九门中人 接下来让我带领大家盘一盘盗墓笔记中最恐怖的十大凶墓 第十七星鲁王宫 无邪第一次下的古墓里面机关不多 识别遍地都是 墓中最恐怖的地方莫过于那具披头散发的女粽子 屁股一坐识别一窝 小哥再三强调不要回头 可无邪还是忍不住偷瞄了一眼 就是这一眼无邪被女粽子带入了梦境中 还有就是一直追着无邪一会咬个不停的血汁 然而在小哥面前简直不止一听 这里作者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名 为何小哥要对一句铁棍下会 还有就是玉棺上躺着的如果是青眼狐狸 那千年老树里面的那只青眼又是怎么回事 第九长沙雪尸墓 长沙雪尸墓是无邪的野野无老狗和无三行几人挖开的古墓 这座古墓最惊悚的地方莫过于墓中的两具血尸 一具浑身鲜血淋漓 另一具满脸都是褶子 让人没想到的是褶子脸血尸还没有帅过五秒就被少年时代的三叔一枪托给送上天 后来得知褶子脸的血尸是无老狗的二哥 那么问题来了 那具浑身鲜血淋漓的血尸是谁呢 第八西沙海底墓 这个墓可不简单 它是汪藏海为沈万三儿子修建的一座古墓 墓中的机关不多 最恐怖的地方有两个 海猴子和晋婆 别看海猴子活蹦乱跳的 可他毕竟是肉体斑胎 一把手牵轻松搞定 最难缠的就是这晋婆 如果不小心被他的头发缠住 一时半会儿估计是争不妥 不过后来被无邪破了这一关 原来晋婆的头发越长 火烧得越旺 最后一把火就把晋婆给解决了 因为在海底最危险的就是氧气问题了 另外让小编觉得细思极恐的地方就是 消失的考古队最后去了哪里 全公主都在身边 是女人好好在义可 S院总监 宁钑 连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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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义一人身负重伤 逃出了古通经 回来后的佛义立马下令 此后不准九门众人进入古通经 并让张富冠严格把守古通经 然而张富冠还是没能受住 九门众人为了得到古通经中的宝贝 不顾违反佛义的命令 擅自闯入古通经 最后九门众人损失惨重 在古通经 黑毛蛇是凶险 比黑毛蛇更凶险 还是忍心 你知道盗墓笔记中 最恐怖的一座古墓 是哪一个吗 最后一个差点团密 老九栏 第三蛇找鬼城 蛇找鬼城最凶险的地方 有两个 一个遍地都是机关蛇的地方 这些机关蛇是希望我专门训养出来的 主要是用于人蛇共生的蛇 这种蛇非常有灵性 不仅可以学人说话 甚至还有人的智慧 另一个就是藏在暗处的他 在众人第一次 遭遇机关蛇的时候 阿宁就被咬断了脖子 挂掉 还有一个就是假装被蛇咬伤昏迷的潘子 为什么他会被无险 小哥怀疑是他的卧底 潘子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 蛇找鬼城可以说是盗墓笔记中最凶险的故屋之一了 三叔小哥都在鬼城中受了重伤 第二四姑娘身 四姑娘身是盗墓笔记中最大的一次盗墓行动 这次行动齐聚了所有九门重任 他们此次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报 而是去寻找张家古楼的钥匙 在这次探幕中 老九门损失惨重 就连神一样存在的张启林都受了重伤 虽然他们在四姑娘山元气大声 但是最终他们通过战国国书 找到了张家古楼的具体位置 第一张家古捞 它是盗墓笔记中最凶险的一座古墓 这一次探幕差点让九门重任全军覆墓 之所以说他凶险 是因为他是张家人历朝历代的家族墓藏群 张家人世代以盗墓为生 所以得到了许多不可信世的秘密 这其中就有长生之术 无疑知道张家古楼的凶险 但是为了找回小哥的记忆 他不得不冒险 张家古楼有两个最凶险的机关 一个是强警 一个是铃铛 机关是少了点 但是他的杀伤力 足以溃灭老九门 最后总结 强剪一出 难留活口 铃铛一响 进入幻觉 不是主角 痛痛四光 你对盗墓笔记中的十大兄 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见 好了